作为一名医生,在我多年的门诊经验中,我见证了食物带来的种种益处与隐患,尤其是在我们日常所享用的食物中,常常潜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风险——寄生虫。 虽然提到寄生虫,很多人可能会感到不适,但它们确实存在于我们认为安全、常吃的食物之中。 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患者因为持续的腹痛和消化不良来到我的诊室,他是一位热爱生活,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在细致的问诊后,我发现他有频繁食用生食海鲜的习惯,尤其是寿司和生鱼片,这在现代饮食文化中并不罕见。 然而,这种看似无害的饮食习惯,却给他带来了一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公形虫。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患者最终康复,并对食物中的健康隐患有了新的认识,高风险食物详解。 在我们的饮食中,某些美味的选择可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寄生虫。 这里,我们将详细探讨那些常被人忽视,却可能带来健康威胁的食物类型,并提供必要的预防建议。 生食或半生食的海鲜。 许多人喜欢生鱼片、寿司等生食海鲜,它们不仅美味,还被视为一种文化享受。 然而,这些食品中可能潜伏着如公形虫和肠道寄生虫等有害生物。 例如,生吃未经冷冻处理的鱼类可能会摄入阿尼萨基斯虫,它可以在人体内存活并引发严重不适。 未充分煮熟的肉类。 猪肉、牛肉和羊肉是全球餐桌上的常客。 但是,如果这些肉类未经充分煮熟,它们可能成为旋毛虫和包虫的携带者。 例如,猪肉中的旋毛虫能引发严重的旋毛虫病。 症状包括肌肉疼痛、发热,甚至更严重的并发症。 野生蘑菇。 虽然采摘野生蘑菇作为一种休闲活动颇受欢迎,但这种习惯无疑增加了食用被寄生虫污染的蘑菇的风险。 野生蘑菇可能与土壤中的寄生虫如沟虫接触。 若未经适当处理,这些寄生虫可以轻易进入人体。 未洗净的蔬菜和水果。 水果和蔬菜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未经彻底清洗, 它们的表面可能附着土壤中的寄生虫卵,例如宫形虫。 这种寄生虫尤其对孕妇及其未出生的婴儿极为危险, 因为它能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和其他健康问题。 防范措施与建议确保食品安全远离寄生虫。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食物中可能隐藏的寄生虫。 这些不请自来的宾客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病症。 因此,掌握一些基本的防范措施和建议, 对于维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至关重要。 烹饪温度和时间的重要性。 寄生虫的存活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烹饪温度和时间。 要彻底杀死食物中的寄生虫, 必须将肉类烹饪至内部最热部位的温度达到或超过。 猪肉和牛肉至少达到145华氏度并静置3分钟。 加勤,确保内部温度至少达到165华氏度。 鱼类,烹饪至鱼肉透明变为不透明, 并可轻易用叉分开。 使用食品温度计是监控这一过程的好帮手, 它可以帮助确保食物达到安全温度, 避免因烹饪不当引发健康风险。 选择和准备食物的注意事项。 购买食材时, 优先选择幸运良好的供应商, 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海鲜、肉类或野生菇类。 在处理这些食材之前, 确保以下步骤,彻底清洗。 使用清水洗净蔬菜和水果, 特别是那些将直接生吃的。 分开操作, 使用不同的切菜板和刀具, 处理生肉和熟食, 避免交叉污染, 适当保存, 确保食物存放在适当的温度下, 如将一辅食品存放在冰箱内, 并注意分开存放生食和熟食。 家庭厨房的卫生习惯, 厨房卫生是预防食原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每次使用后, 彻底清洗和消毒操作台面, 切菜板和用具。 定期检查厨房用具的完好性, 及时更换有裂缝或损坏的物品, 因为这些损坏处, 可能藏匿食物残渣和细菌。 常见误区与科普, 食物寄生虫防护。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关于食物安全的许多误区仍然盛行, 特别是关于如何避免食物寄生虫感染。 今天, 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些常见的误区, 并通过科学的角度来正确理解它们。 误区一, 生食更健康。 很多人认为生食更天然, 更健康。 然而, 生食或半生食物, 是寄生虫感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生食中的寄生虫, 如宫型虫和肠道寄生虫, 可能不经意间被摄入体内。 正确的方法是, 确保所有的肉类和海产品, 都煮至适当的内部温度, 使其彻底煮熟。 误区二, 所有肉类处理方式相同。 对于不同类型的肉类, 其安全处理和烹饪的温度也有所不同。 例如, 猪肉和鸡肉需要煮至完全熟透, 以消灭可能存在的眩毛虫或其他细菌和病毒。 而牛肉和羊肉虽然有时可以少煮一些, 但在处理未煮熟的肉类时, 厨房的卫生处理仍至关重要, 以防交叉污染。 误区三, 只有肉类和海鲜需要注意。 虽然肉类和海鲜是寄生虫的常见来源, 但未洗净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可能带来风险。 这些食物可能由于接触了含有寄生虫卵的土壤而成为感染来源, 确保彻底清洗这些食物, 尤其是在生食前是避免寄生虫感染的重要步骤。 寄生虫感染可能导致一系列症状, 从轻微的胃肠不适到严重的健康问题。 常见症状包括腹痛、恶心、腹泻、疲劳和体重减轻。 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 长期未治疗的寄生虫感染可能影响消化系统, 甚至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和免疫系统问题。 这两种食物比地沟油还危险, 医生或有你爱吃的看完赶紧改。 您可能从未想过, 您每天享用的一些看似无害的食物, 其潜在的健康风险可能比地沟油还要大。 想象一下, 一个普通的下午, 李先生在享用他最喜欢的零食和方便面后, 突感胸闷, 紧急送医。 医生诊断发现, 长期食用某些食品导致他的心脏病状急剧恶化。 这并非孤立, 而是我们日常饮食习惯中隐藏的一个惊人真相。 今天我们要揭露两种看似普通, 实则危险的食物类型。 这些食物因其便利和美味被广泛消费, 却可能悄悄危害我们的健康。 我们将详细探讨它们为何构成危险, 如何识别它们, 并提供食用的建议, 来帮助您做出更健康的食品选择。 继续阅读, 了解如何为您和您的家人的健康采取措施, 从今天开始改变饮食习惯。 超加工食品, 日常饮食中的潜在威胁。 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指的是那些通过复杂加工方法制成, 添加了多种非传统食品成分, 如色素、防腐剂、 人造香料和增味剂的产品。 常见的超加工食品包括薯片、 即食面、 素食汉堡 和微波炉加热食品等。 这类食品通常味道突出, 保存时间长, 便于快速食用。 超加工食品对健康的影响。 营养不平衡, 超加工食品往往热量高而微量营养素低, 长期食用可能导致营养不良、 肥胖和相关代谢异常, 增加慢性病风险。 研究表明, 这类食品中的添加剂和高糖、 高盐、 高脂肪的特性与心脏疾病、 二型糖尿病及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影响心理健康, 一些研究指出, 超加工食品的高摄入与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如何识别超加工食品? 超加工食品的包装通常列有长串的成分, 其中不乏化学添加剂。 学习识别这些成分是避免购买超加工食品的第一步。 优先选择成分简单, 未经过多加工的食品, 健康的食品替代选择。 全食品为主, 增加新鲜果蔬、 全穀物、 豆类、 坚果和新鲜肉类的摄入。 自制餐点, 自己动手制作食物, 可以完全控制食材和用量, 避免不必要的添加剂。 阅读食品标签, 购买包装食品时, 优先选择标签上成分少, 且全部可识别的产品。 通过明确了解超加工食品, 及其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并采取相应的替代策略, 我们可以有效改善饮食习惯, 从而促进整体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阅读食品标签的习惯, 选择未加工或少加工的食品, 是维护长期健康的关键步骤。 过量摄入红肉, 不仅是口感, 更是健康隐患。 红肉过量与健康风险, 红肉如牛肉、羊肉和猪肉, 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然而, 它们含有高水平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过量摄入对心血管健康构成威胁。 科学研究显示, 红肉中的某些化合物如血红塑铁, 在体内过量累积可促进氧化应激, 从而增加患心脏病和糖代谢异常的风险。 红肉与癌症关联的证据。 关于红肉与癌症的联系,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加工肉类归类为一级致癌物, 未加工的红肉则被归为可能致癌。 特别是与节脂肠癌的关联, 研究指出, 每日增加100克未加工红肉的摄入量, 可能使癌症风险提高17%。 实用的摄入建议, 为维持健康, 建议限制红肉的摄入量。 一般成年人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肉, 是建议的安全量。 同时, 增加鱼类、 夹形和豆类的摄入。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可以有效替代红肉的摄入。 调整饮食的实际步骤逐步替换, 在烹饪中逐渐用鸡肉或鱼替代红肉成分。 创新食谱, 尝试以植物性蛋白为基础的食谱。 如豆类和豆制品, 这不仅能减少红肉消费, 还可以增加饮食多样性。 注意标签, 购买肉类时注意查看其标签, 选择低脂肪的部分, 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 通过以上简明的建议和生活方式的调整, 可以显著减少因过量摄入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 从而促进长期的健康福祉。